假如能把贱死活里面贱活断掉了 他就不是凡夫了 那叫圣人 这个小臣叫入流 出国叫入流 入圣人之流 他贱活断了 等位不退 他绝对不会再退回六道当反复 但是他死活没断 死活没断出不了三界 他在三界里面的圣人 反圣从于土 圣是谁啊 圣就是指这个 这个要下策 这些小臣出国 大臣出信位的佛杀 这些圣人 死活没断 没能出三界 念佛可以往生 所以说反六道反复 没有断活的 圣已经断结活的 假如死活断了呢 他就不是凡顺从去走 他是方便有于土 就又生了一季了 这是死活为断 见活断了 这个小臣的圣人 那么这些圣人 包括什么呢 包括小臣的 出国 二国 三国 甚至又包括到四国相 梅镇四国 遇到这个法门 发愿求往生的 通通生 凡神通去土 所以凡神通去土 要晓得 哪些人到那去生 我们叫他做凡 哪些人是生到那去 叫他做生 这个名称怎么来的 要搞清楚 跌里的面 也论 九瓶 一瓶和没有断的凡肤 那当然是最底下的 下下瓶 这个见活断了几瓶的 他就会又往上升一点了 见活断尽 似乎也能断个九瓶 似乎有八十一瓶 九地 每一地都是九瓶 九九八十一 断了 九瓶的话 大概在凡神通去土 是上瓶 终身 再能多断一些 那大概就是上瓶上塞 如果八十一瓶 见活通通断尽了 他就不识 凡神通去土了 他生到方便 由于土去 这个九瓶是这样形成的 极乐同去土 跟一切祝福的同去土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祝福的凡神通去土 可以说 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业报 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五露净业所干的 为什么呢 去往生的人 即使是 寂寞的众生 能念佛求愿往生 他还是修的净业 一个是自己发心 一个是祝福为神的加持 所以这个法门 修的叫净业 诸位同修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往生 那么我们齐心共念 除世待人介物 这是造业 你要记住 决定不能走 我业 什么是我业呢 损人的击 这个事情决定不能走 你还不客人 我对我 诀事